在中哈边境有一座方方正正布局整齐的小城 这里自古就是丝绸之路北段重要的驿站 它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名字叫吉木乃 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新疆阿拉泰地区的吉木乃 吉木乃是位于中哈边境的 整个这个县城的范围比较小 但是它的布局规划是非常的规整的 就是一个长方形 主大街也就只有一两条 今天咱们就去县城里面转一转 然后再到吉木乃口岸去看看 吉木乃是哈萨克语 就是杨树林的意思 吉木乃的边境线长114.7公里 北林哈巴河县 那里就是祖国最西北的地区 在布尔金的时候我们就说过 因为阿尔泰山的祖阁 直接通往俄罗斯和蒙古的陆路口岸很难建设 所以吉木乃就承载了许多通商过境的需求 从高处看整座县城四周都是戈壁草原 中间的城市就像是一块绿洲 能够很明显地看出来城市部分和农村部分 市中心很小 走上一两公里的路就到了外围的农村 农牧民也很方便来到市区去卖一些农产品以及牛羊 这种方式也很有新疆特色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吉木乃县其中的一条主大街 在这就明显感觉热闹了许多 因为吉木乃这里有一类口岸 所以在县城里面也有国际商贸城 吉木乃的人口很少 全县总人口只有3.8万 在距离吉木乃县100公里之内 邻国哈萨克斯坦所属的三个县 还居住着十几万人 每年都会有哈萨克斯坦的朋友 来到我们这边旅游商贸和跨境就医 这也为这座小城增加了一些人气 我们现在准备到吉木乃的免税区看一看 它大概就是在城北两三公里的位置 整个县城确实很小 我们稍微一走就走出县城了 在县城边就是中哈护帽免税交易大厅 这里现在也是229国道的一个打卡点了 市场里面很新 应该是刚开也没有多久 在这里面卖的就是一些进口的商品 我们刚才进去转了一圈 在里面除了一些酒类还有零食类 在这里面还有一些免税的香水化妆品等等 在免税市场的对面就是吉木乃国既商贸城 现在还是在建设当中 整个外面的建筑看上去是很气派的 来到吉木乃最值得去看一看的还是吉木乃口岸 从县城出发 继续往西走24公里 就会到达口岸 吉木乃口岸也是曾经吉木乃县城的所在地 想要到达口岸是需要用到边防证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现在就已经到达了吉木乃口岸了 吉木乃口岸的历史很悠久 在民国初年 吉木乃口岸是新疆通往俄罗斯的六条通道之一 上世纪60年代 中苏关系恶化 口岸也就随之关闭了 中苏关系缓和之后 吉木乃口岸一直到如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们来到这之后呢 会发现整个吉木乃口岸这里显得有点冷清 是因为现在所有的人和货呀 基本上都会走货尔卢斯那边了 那边是很热闹的 所以这边就相对来说冷清一些了 从我身后的口岸走出去之后呢 就会到达哈萨克斯坦 我们站在这还能够隐隐约约的看到对面哈萨克斯坦的口岸 在整个口岸前面的是一个特别大的广场 旅客出入境都是在这边办理手续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辆大巴车呢 就是哈萨克斯坦的大巴车 所有的乘客是刚刚在这里办完了入境手续 接下来就要准备开始在中国的游玩和工作了 现在我国呢是对哈萨克斯坦的游客实行的三日免签政策 哈萨克斯坦呢对我国的游客实行的是14日免签政策 吉姆奶口岸 一关通四国 是当前新疆北部通关条件较为成熟 便捷的口岸之一 也是中哈俄国际道路运输大通道的重要节点 吉姆奶呢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边境小城 在吉姆奶除了吉姆奶口岸之外呢 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景观 就是草原石城 那下一期视频呢 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草原石城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明镜 拜拜